聚焦空天航空航天论坛昨天在成都举行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 中国将建设首个人工智能星座 该星座将由192颗卫星组成 卫星配备智能化大脑系统 能够大幅提高卫星的数据处理能力 将推动中国卫星数据产业的智能化 商业化发展 我国将要建设的人工智能星座 将采用5米 1米 0.5米等多种分辨率的 摇杆卫星混合布局设计 总卫星数量192颗 卫星采用了人工智能模块 使卫星在空间轨道中 具备了时云变雾的能力 卫星可以自主对所拍摄的照片进行处理 直接过滤掉受天气影响 没有回传价值的卫星影像 只把有效影像和数据传回地面 进一步提高卫星数据回传的效率 我们给星上做了一套人工智能 这样算力一套系统 它就可以在星上 把我们拍到的照片里面的内容 地物 还有它的可用性 做一个判读 来决定是否要下船 可以说以前的这个卫星 还是遥控装置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无人驾驶 那么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这个星座自己 可以进行一个无人驾驶 按照计划 该星座将于2021年完成卫星组网 能够在环保监测 防灾减灾 交通管理等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 记者了解到 未来将承担星座发射任务的 我国新型商业火箭杰隆一号 也将于近期首飞 这款脱胎于 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的 小型固体火箭 具有500公里轨道 200公斤的运载能力 可以满足一件一星 或一件多星的发射需求 就会到这里 破裂了 宣传 小型火箭的 有什么 小型火箭的